我今天要鼓起那么大的勇气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就是想对你说 我喜欢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的话 或许你今天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怎么那么傻 傻得让我有点心疼 你知道吗 相信我 你的童话会没事的 我会不会让你变成以前那个样子 我以后头发都长不出来了 你不介意吗 我不会介意 就算 下集之后 我们还会去找好的医院 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养出来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你就是幸福的泪水还是悲伤的泪水 我很开心 你开心啊 是他答应你的告白了是吧 行 头发熬没了也值得 我不后悔 以后 以后不干这种傻事了啊 包括你想干这傻事 有他在也没用了 对不对 你是真的啊 你不是因为同情他啊 所以我们两个 在一起 我想我们需要一段时间 好好的去了解 那我想问一下 我同时也问你 万一下子有一个跟你一样傻傻的女孩 也天天在这做头发 结果跟你一样吃心的把头发弄没了 那可怎么办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爱她 那还说什么呢 那就牵着手回吧 以后少做 谢谢 虽然他们这个结局很圆满 我们也都会祝福他们 但是我们必须对所有电视机前的 懵懂的少女说一句 千万不要用这样自我伤害的方式 去爱一个人 不是每个人都会取得这样美满的结果的 如果要坠入爱心 学会两样 第一是要自信 第二是要自爱 自行可以让你客观的判断别人 到底对你是陷阱还是祝福 自爱是先要爱好自己 才能爱好别人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由珍珠美白养福专家 金人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 辽宁卫视完美告白 谢谢大家的陪伴